我们是人才房 我的合同上签订的是2021年1月24号 人才房 对 当时我们可能是跟城头签的 有30万人才补助 原本定好的交房时间是 我们是二期 我们二期是2023年3月30号 李先生提供了购房合同 房子总价169万 并写明 出卖人应当在2023年3月31号 向买售人交付该商品房 现在已经延期五个月左右 那开发商有没有给什么理由 那为什么要延期 开发商当时我们最开始是 二三月份 那个时候工地基本是处于一个停工状态 他们可能是拿着什么疫情说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了解的是他们主商是免责120天 李先生手上有张 禁告业主书 大致内容是受疫情影响 导致四海鸣底项目无法施工 供货 影响了项目正常施工进度 交付时间延期 实际交付时间 以正式交付通知书为准 上面盖着一屋新里城 智业有限公司的帐 李先生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他还提到 项目一期的原定交付时间 是去年12月30号 也一直没有交付 我们已经沟通了无数次了 他只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延期 但是没有说之后会给我们什么时候交付 任何的这样的字眼都没有 一期业主项女士手里也有一份禁告业主书 记者对比了一下 内容和李先生那份基本一致 只更改了几处时间节点 根据购方合同 项目延期交付180天以内 出卖人按日计算 向买售人支付全部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逾期超过180天 买售人有权解除合同 如继续履行合同 超出180天的天数 出卖人按日计算 向买售人支付全部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我这边应该是接近5万 大概是2万多一点 根据不同的房价 但是对赔偿问题 他们就是说让我们去起诉 有业主提供了一份 四海明底交付第二次协调会会议纪要 这是3月24号 由一乌市住建局召开的交付协调会 关于交付时间 开发商当时承诺 四海明底一期在6月20号前交付 二期在8月15号前交付 但实际都没有如期交付 赔偿问题是在会议纪要的第三条 因开发商世贸方法务没有到场 由住建局牵头 在另行时间决议 我是这边楼盘后期的客服 您到时候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个 我们今天会尽量今天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记者找到了一乌市住建局 工作人员介绍 在此前沟通中 开发商和业主的主要争议点 在于受疫情影响停工的天数 住建局要求开发商在交付后的两周内 拿出解决方案 另外还有一笔2亿左右的押金 在违约金问题解决之后 才会退还给开发商 后来义乌新里城置业有限公司答复 四海明底项目在8月29号开始集中办理交付手续 关于延期交付赔偿 公司将积极配合业主处理 记者问了几位业主 他们表示已经收到了交付通知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不得所留意赀